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代的車型 所以延到今天才為大家來做試駕 我相信這台車目前在 國內企業市場的話題性非常高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它的售價 它的售價基本上有五個規格 六個售價 從最入門的102.9萬的豪華款 一直到皇家款147.9萬 四輪傳動的版本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公司的皇后可能會比較在意 只要是五人座的車型 它可以掛客貨兩用 唯一一台七人座四輪傳動 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的版本 它只有四小客的客車牌 所以在稅金上會有些差異 以及在價格上也會有差異 因為彼此間的稅金相差了15% 所以我們今天試駕是最貴的 它的售價是147.9萬 我們現在講它的外型 原廠強調這種Modern Premium的這種設計概念 創造出非常大格局 以及非常現代感的一個車頭造型 首先最明顯的就是一個六角形的水漿護照 兩邊的燈具呢 因為等級規格的不同會有些差異 有些會是魯素燈泡 不過LED的定位燈和LED的日行燈會是標準配備 那因為LED燈泡 目前是全球汽車市場造車的一個 算是一個潮流 所以現代也表示 Centafit這代的車型 在全車有102顆的LED燈泡 包括了頭燈、尾燈、煞車燈 以及12條的LED的光條 另外再搭配的是19吋的輪圈 那因為Centafit它是一台LSUV 所以它的車身四周有黑色的防刮板 加上車頭和車尾 保桿的下緣 有銀色材質的一個點綴 在車側的部分看得出來 就是它的車身長度非常的長 它的長度接近4.7公尺 軸距也達到2.7公尺 所以它符合LSUV的一個車身格局 輪圈的配置有一點不同 除了最入門的兩個版本 它的輪圈尺寸是235 65 R17之外 其它統一都是235 55 R19 非常高規格一個輪圈尺寸 不過有這麼帥氣的輪圈 當然也會先掉一點 第一個舒適性 第二個部分就是速徑性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消費者很喜歡的全景天窗 這代全景天窗原廠的強調 它是沒有衡量式的 有些全景天窗在B柱上方 它為了要強化它的車體剛性 所以它有一個很粗的衡量 不過在Centafit上面是沒有的 所以它的全景天窗面積非常的廣 一直到後座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它的這樣也是電動的 在車尾的設計上 上方有一個小小的壓尾 尾燈的排列 內建的燈泡 LED傳統燈泡 LED光條都有 比較重要的重點就是 第一個排氣管是單邊的設計 第二個部分就是兩側有很亮的霧燈 在此也提醒所有用路人 尤其上高速公路 在上路之前先確認一下 你的前後霧燈是不是開啟的 因為這種好天氣 你很亮的前後霧燈 對於其他價值的人來說 眼睛確實是非常痛苦 今天我們打開它引擎 第一個有油壓頂桿 第二個葛勒棉 這具引擎是一具2.2DR Type引擎 非常非常的出名 因為這具引擎在歐洲 也受到歐洲消費者非常高的一個關注 它的排氣量是2.2升 最大馬力197P在3800轉可以產生 扭力的表現 44.5公斤米 表現非常出色 而且在1800轉到2500轉 都可以產生最大的扭力峰值 搭配了可變渦輪幾何 所以創造出的馬力扭力表現都非常出色 變速箱是六速的傳統自排變速箱 有手自排的功能 消費者比較關心的當然就是油耗 這麼大的身軀 還好它配的是柴油 原廠公布的油耗表現 平均油耗五人座的部分 大概都在一公升可以跑13.9到12.9公里 依照等級的不同 因為每個等級的重量不一樣 七人座的部分 平均油耗一公升可以跑12.5公里 這一代的Santafe 它的風阻技術非常優異 達到0.34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這具引擎 也通過了歐盟六期的環保法規 再來一點就是乘坐空間 這個是Santafe這次的重點 首先前座調到我正常的坐姿 後座的西部空間一個拳頭四個指頭 頭部空間大概是四個指頭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第三排座椅 先講空間 西部空間大概是四個指頭 這個必須要前座調到一個比較正常的坐姿 如果它稍微傾斜一點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 頭部空間幾乎沒有了 所以第三排座椅呢 基本上還是小朋友乘坐 會比較適合一點 第三排座椅兩側有一個把手 它主要功能就是 如果今天小朋友坐到第三排座椅 他覺得西部空間太小了 他可以透過兩側的把手 可以去調整第二排椅背的角度 讓你的後座的乘坐空間品質 會稍微好一點 再來一個就是 它的整個座椅的收納 原則上算是便利 但是有一個重點 因為第二排的椅墊不可以收折 所以小朋友如果要爬到第三排座椅去乘坐的話 會稍微辛苦一點 但是它有幾個很好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 B柱 甚至包括後座 第三排座椅都有冷氣出風口 第二個部分就是 第二排的椅墊可以做前後的滑椅 所以你的西部空間 可以有很多種變化 再加上椅背 可以做多角度多段的調整 我相信大部分 第二排座椅會做冷的機率會比較高 第三排應該都是放行椅 而第二排座椅呢 因為有這些多角度的調整 所以你乘坐起來舒適性會大幅的加分 接著再打開尾箱 第一個它沒有電動尾門 全車系都沒有 可是尾箱的開啟還算蠻便利的 整個行椅箱的平整性表現 是它的重點 因為它是七人座的車型 你第三排要做人 要載貨 甚至你的載貨空間要用到B柱 都可以透過很輕鬆很方便的收納 讓整個椅背可以倒平 可是椅墊不可以收折 尤其是第二排座椅的椅墊不能收折 這個很重要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析 行椅箱的平整性表現很好 高度的表現 因為畢竟它是SUV 所以高度表現也沒有問題 寬度的表現 兩側的輪弧雖然吃掉一點點空間 不過以B柱之後的行椅箱空間容積 算是非常出色的 在內裝配備的介紹上 首先在主被動安全 被動安全的部分 除了最入門的兩個版本 稍微便宜一點的兩個版本 是兩具氣囊 其他全部搭載是七具氣囊 第七具是駕駛者的七部氣囊 主動安全的部分 現代算是非常有誠意 巡奇系統全車系都是標準配備 就是ESP 包括了所有的煞車系統 三合一的煞車也都是標準配備 如果你要更高科技的一些安全配備 譬如像胎壓偵測器 像ATCC的彎道循跡控制系統 這些你要買到皇家款 就是最貴的四人傳統版本 五人座和七人座才有這樣的配備 另外SUV車主有些會比較覺得 有壓力就是在上坡和下坡的時候 不過你不用擔心 上下坡的輔助都有 上坡的時候 如果你等紅燈 你放掉油門的時候 它有一個上坡輔助系統 讓你車不會往後滑 你在下坡的時候 如果放到極下坡 你只要按下方向盤旁邊這個按鈕 它可以維持永遠時速8公里的情況下 讓你緩慢的下坡 現在在中控台的T字造型 首先我講它的質感 原廠這次刻意的強調 在內裝上有三種塑料材質 四種皮革材質 以及六種面板的材質 所以你在T字造型上面看起來 雖然它是深色的 但是在觸感上 有一些軟質的塑膠 加上一些面板的改變 所以讓整個中控台T字造型 看起來程式非常的明顯 也因為這樣子 它的質感表現並不會太差 上方的8吋螢幕 除了最入門最便宜的版本 沒有之外 其他四個等級 五個車架 都是標準配備 內建的圖姿 衛星導航 倒車CCD 甚至包括它整合的很多的功能 包括藍牙通訊 這套螢幕的質感 顯示的方式 還有顯示出來的色彩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棒 你可以透過螢幕前方的旋鈕和按鈕 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操作 下方的空調系統 是雙區的紅紅空調 變速箱搭配的是六速的手勢排變速箱 不過很可惜 方向盤後方沒有換檔撥片 只有在變速箱撥桿這邊可以做手勢排的切換 比較重要的重點就是 排檔桿兩側的按鈕 首先第一個它有自動停車輔助的功能 就是你在停車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轉方向盤 幫你把車停好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是電子手煞車 加上有Auto Hold的功能 Auto Hold的功能對於女性價值很好用 有時候你等紅燈的時候 要拿口紅稍微畫一下你的嘴巴 結果腳的力量不夠 要去撞到前車 我看過好幾次這樣活生生的例子 可是如果有Auto Hold的時候 當你今天紅燈秒數比較長 你這個時候腳 不用一直放在煞車踏板上面施力 你可以稍微釋放掉 你只要在踩油門 煞車就會自動解除 這樣子可以讓你的小腿 負擔不會那麼大 比較不會有蘿蔔腿 儀表板的造型是雙圓式的設計 中間的資訊目有一點不一樣 如果你買到的是入門的版本 它的資訊目是3.5單色的 比較高規格的兩個版本三個車架 才是4.2吋的TFT的螢幕 這個資訊目它一樣可以顯示 所有的旅程資訊 包含瞬間油耗、平均油耗 都可以在中間這個資訊目來做切換 雨刷、大燈都有自動起閉的功能 方向盤採用三幅式的設計 上面的按鍵也是非常豐富 右邊主要是定速裝置 定速裝置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左邊的按鍵主要就是音響的切換 不管你要看DVD 你要聽收音機 甚至你要聽藍牙、音樂 都可以透過這邊來做切換 包括大腳身 兩張座椅的包覆性 和另外一個H品牌非常類似 包括大腿的自身表現非常優異 而且你有深線座椅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你不喜歡這種感覺 沒關係它有電動腰靠 可以來做調整 駕駛座另外還有記憶裝置 另外在方向盤的左邊 有兩個按鍵 一個是ECO 它可以限制你的油門出力 油門踩深一點的時候 它的出力並不會完整的爆發 另外一部分就是有一個Lock的功能 這個主要就是它會鎖定插住器 讓你前後輪永遠維持50對50 正常行駛的情況下 它為了要兼顧到省油 所以前面是100後面是0 它只有偵測到車輛輪胎打滑的時候 才會自動的去做分配 我相信很多人已經上展示間去散過車 甚至試過車了 我想你的心得應該跟我很類似 但是我對於三大費 我有幾個結論 第一個引擎的動力 還好今天它搭配的是2.2升的柴油引擎 以這麼重的車型 加上7人重的設定 如果是汽油引擎的話 第一個油耗表現會很糟 第二個部分就是油門每次都要踩得比較深 甚至你要V6車型 才能夠匹配它的車身 那以這具引擎和變速箱 第一個就是變速箱的詞比算是密 所以當你今天時速不到80的時候 你用手排模式其實已經可以換到六檔 這樣子的話對於節能表現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大概2000轉以內 你就可以達到0到80 你要求的速度 甚至包括你在高速公路行駛 順順的踩 破2000轉的機率都不高 我們拍了時速60 80 100的引擎轉速的變化 你可以發現其實它們彼此間的轉速都很低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換檔的時候 每一檔的轉速的落差也很小 也代表它的變速箱的詞比還算蠻密的 那我剛好講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輪圈配到19吋 算是一個很甜蜜的負擔 好看沒錯 可是相對的輪弧的噪音 輪胎滾動的噪音就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防火牆的隔音表現很好 可惜的就是輪弧的隔音 所以在時速60 80 100的噪音表現 Sendafi因為19吋的輪圈 所以噪音會稍微大了一點 這個在車主交車之後 如果你買的是頂級款19吋 可能輪弧要做一點隔音 接著就是它的安全性還有內裝的質感 乘擠而實 現代汽車也可以做出內裝質感這麼棒的車子 以它的價位來說 它的質感已經不會輸給 一些歐系的房車 甚至SUV車型 以它的價位來說 它的內裝配備 安全性配備 也不會輸給這些歐系的SUV 甚至LSUV 也許有些人會說 最入門都還要破百 可是你看到它給你的配備 你看到它給你的內裝質感 以及你看到它給你的引擎科技 還有引擎和備注箱之間的搭配 這些00種種加起來 一樣算10萬好了 你把這些扣掉 大概就是八九十萬SUV車型的價格 可是多了這些配備 多了這些性能 多了這些內在之後 它給你的感覺 卻跟你常常駕駛的SUV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曾經將近當了10年的SUV車主 當今天我接觸到現代審查費的時候 它的柴油魅力 它的科技配備 以及它的內裝質感 確實有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覺 甚至超乎我的想像 如果你要求動力 這具引擎不會讓你失望 如果你要求的是空間和便利性 它的車身 不管是格局也好 它的整個座椅的收納 還有整個車室的空間表現 也不會讓你失望 如果你要求的是很好的組裝品質 和很紮實的底盤 Isandafit它在歐洲上市 歐洲的消費者 比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還要挑剔 可是它居然能夠通過 歐洲當地消費者的考驗 我相信來到台灣 品質上也不會有問題 底盤的表現也很出色 唯一一個就是我剛剛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 輪迴的噪音稍微大了一點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車價可以再稍微便宜一點 起碼你有一個入門的 百萬以內的車型 我覺得會比較好 而且這台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方向盤轉向輔助的主力 可以透過方向盤上面有一個按鍵 一個方向盤的按鍵 你可以做調整 有舒適 一般以及運動化模式 大概只有運動化模式 你駕馭起來會有一些感覺 其實一般和舒適模式 兩者的轉向輔助差不多 在高速過路行駛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撥到運動化模式 可是在一般市區行駛 舒適模式其實就很棒了 相對的對於女性駕駛來說 你要開這麼大的SUV 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四角客的車牌 所以在後檔風波裡 甚至包括吸住後面兩個小三兩窗 都沒有很討厭那些黑色的橫桿 如果你買到五人座 因為它可以掛客貨兩用 所以後面會有這些橫桿 今天我試駕一天的心得 我給大家算是還不錯的評價 有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相信大家去試車的時候 應該也都感覺到了 如果這些需求都是你要的 你買這台車你不會後悔